哈喽大家好,我是在巴西的小倔酱 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种在巴西非常受欢迎,非常有名的一种水果的果酱 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黑乎乎的脏脏的果酱 这个黑乎乎的看起来是不是没有食欲啊 其实你可别小瞧了它 它可是巴西有名的水果,阿萨伊果的果酱 阿萨伊是什么水果呢 阿萨伊它也被称为巴西梅 它是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 为了抵抗强烈的日光及苛刻的生长环境 将大量的营养成分仅仅所在的果实当中 阿萨伊它除了代表性的花色素外 它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其他丰富的营养元素 比如说钙、铁、多酚等等 因此它又被称为奇异之果 同时已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水果 如果说你来巴西旅行 你会发现在巴西很多城市的街道两旁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阿萨伊冰淇淋店 阿萨伊冰淇淋它是由阿萨伊果的果酱 混合其他的原材料制作成了各种口味的冰淇淋 既结束又健康 而且价格还清明 当然如果说你去逛周末的集市 如果说运气够好的话 就像能碰到我在视频当中所拍摄的这种 现场制作的最新鲜的阿萨伊果的果酱 再好不过了 其实从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出 这位大叔的摊位前我也买了很多人 因为在巴西几乎所有的巴西人都会吃阿萨伊 它的价格不贵 而且非常结束 尤其是在这种集市上 这种新鲜制作的阿萨伊果酱非常少见 所以说我们碰到了都会去品尝一杯 大叔摊位上的生意到底怎么样呢 然后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OK OK 啊 可以 是啊 好 好 好 我说说不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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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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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